嗨,大家好,我是无情小美妞,带您两分钟看完奇魂第13集,2004年中国围棋棋胜战八强赛中,于亮对战方旭,如果这盘于亮胜了就能杀入半决赛,但是兄表示不会让着他,于亮也不是若称自己会全力以赴,而时光在一江湖道场的入学测试中认真应对,但一旁楚音看得很着急想帮忙却被拒绝,他觉得时光输定了,看不下去就隐去了身形,这时道场的老师已经了解时光的实力就让他回去等消息, 时光觉得自己发挥的不好,和妈妈正往回走,身后老师又追出来,问他留下的棋谱是一对三同时下的吗,时光点头称是,老师说一周之内会给他结果,回到家,时光看到书上关于超新星的介绍,不禁经乎楚音的穿越是因为超新星爆发,这种超新星历史上曾有两次出现,一次是在南梁一次是在清朝,古籍记载为隔泽二日,楚音说他离开的那日可能就是隔泽二日,时光说两次时间都对得上, 楚音就是因为这个隔泽二日而穿越到了现在,时光来到学校,大家围过去问他考的怎么样,他底气不足的说考的还行,大家都很为他高兴,古语看到他却转身就走,江雪明解释说古语要是知道,他考上了肯定就不生气了,时光回到家听妈妈说,没人联系他不禁很沮丧,楚音觉得他每天被一大拨人问来,问去挺可怜的, 随后时光在学校看到江雪明,无敌等人就躲开,生怕碰到他们在被问东问西,都好几天了到场却一直没消息,时光觉得没气了,楚音安慰他明年再考,明年不行就后年,后年不行就大后年,时光听了心情更加低落,忽然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答不上来,老师就嘲讽时光,马上要去当职业棋手,现在就已经在课堂上坐不住了, 还说下棋能当饭吃吗?楚音听了很生气,大声说道小光比他们有天赋,一定能当上职业棋手,虽然别人听不到楚音的话,但时光看他这么激动,替自己说话不禁觉得心里很暖,晚上电视里播放着其胜赛中方旭九段战胜新锐一辆初段的新闻,楚音故意挡在电视机前,躺在沙发上的时光说自己早就看到了,人家都在参加这种比赛了,他却连到场都考不进去心里很难受,这时妈妈回来了,他兴奋地举着一个大信封给他看, 时光不敢拆开让妈妈拆,但他很快改变主意拿过信封快速拆开,里面是道场的入学通知书,时光看了喜不自胜,心里一块大事终于落了地,时光和妈妈去学校办理修学手续,他去找吴迪等人告别,结果教室和围棋社都找遍了却没见到人,他想他们是不是在躲着自己,这时身后有人叫他,他转身一看吴迪,张雪明和何佳佳等人拿着蛋糕中微笑着看着他,新闻发布会上,方旭宣布他要打造一个,平均 年龄不超过17岁的属于年轻人的围棋俱乐部,这将是韦达的又一次创举,他还要邀请老师与小杨来韦达G.C队担任教练,时光到道场报道,热情的是有红河领他去宿舍,他拿出同学送他的礼物,一看其中一个锦旗上,写着鱼浪客信就赶紧收起来,却被眼尖的红河看到了,他就告诉红河多年前自己曾赢过鱼浪,红河就把此时告诉了别人, 一天时光和道场榜单上,排名倒数第二个女生下棋,那女生赢了却哭着走了,其他人看到余亮客信就这水平,就说红河的故事是瞎编的,那名女生来这半年了却只赢过一盘,就是和时光下的,他没信心带下去就拉着行李箱走了,其他同学就打赌看排名倒数第一的时光能待多久,红河却提议赌时光什么时候,从二组升到一组,来到场没赢过一场,被同学嘲笑的时光,有点想打退堂鼓, 楚音鼓励他不要放弃,余亮输旗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爸爸回来后去看他却发现他在玩拼图,就生气的问他那么简单的旗怎么输了,输了旗不复盘找出原因却在不务正业,余亮说自己有点下不动了,父亲听了更恼火转身走了,方絮带余亮去道场看冲段少年怎么练旗的说不定能找到动力,余亮走到旗时看到被对自己练旗的时光不禁待住了,这时红河走过来看到他就笑着打招呼,红河就走进去告诉时光余亮来了, 时光听后赶紧追了出去,他告诉余亮自己绝对不会放弃追赶他,余亮不怕时光追,等时光追到他所在的位置时他早就不在那儿了,两人的此次见面再次激发了彼此的斗志,方絮和楚音见此情景都很开心,亲至做不易,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。